小伙伴们来逆水寒看雪景了 今天咱们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首先躲在石头后面 利用狼诱敌深入 偷袭解决两个喽啰 换上他们的服装 戴上他们的令牌 轻松通过守卫 接下来还要对他们的暗号 还好从那两个喽啰口中 打听出了正确的暗号 没错 咱们潜伏成功 此行的目的就是来苍州大牢 解救大当家 但是万万没想到 大牢里面还要对暗号 这回BBQ了 随便对一个 完了 错了 潜入计划失败 秒变强攻 那我前面铺垫那么久 是为了什么 行吧 那只能硬着头皮一路打过去了 你别说这个大牢是真的大呀 大当家究竟关在什么地方啊 哟 这个人身上还有一把钥匙 跟逛迷宫一样走了好久 终于见到了大当家所在的地方 轻松解决掉守卫 找出第二把钥匙 很快咱们就救出了大当家 然而 论补刀的重要性啊 被他开出机关了 所有的守卫都包围过来了 大当家这么牛 一招就把所有的火全灭了 这么强还能被抓 还需要我们来救 启动机关 整个平台都在向上移动啊 哇 又起火了 大当家又来灭火 不是 哥们 你灭火器啊 解决守卫 继续启动机关 平台又上升了 又有埋伏 这灭火器真好使 来 给大当家护法 反伤护盾 扭不扭 守卫们都傻眼了吧 全部清掉 见过嚣张的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这就出来了 我还留在这里断后 清掉追兵 咱们带上大当家 开开心心的回家去喽